《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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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 我们开始第四讲 《白居易》 《长汉歌》 白居易是 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 他的诗歌现存有三千读首 他也是中国古代第一流的诗人之一 他将自己的诗歌分成四种类型 《讽裕诗》 《感伤诗》 《杂利诗》 和《贤士诗》 他自己 对于《讽裕诗》非常看重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他写的最好的 其实不一定是《讽裕诗》 而是《感伤诗》里面的 《长汉歌》和《琵琶行》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下《长汉歌》 第一个问题 《长汉歌》的内容和艺术 《长汉歌》是写于原和元年 这一年 这一年呢 他是在《周治县位》的任上 当时 陈宏洗了《长汉歌传》 在《长汉歌传》里面呢 写了这首诗的《喜作经过》 是这样 因为《圆和元年十二月》的时候呢 白居易 由《教书郎》 驻周知卫 他和陈宏 还有王志夫去 游了《仙游诗》 有感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 写下这么一首诗 白居易写了《长汉歌》 白居易写了《长汉歌》 陈宏呢 写了《长汉歌传》是小说 从这首诗和这篇小说合起来看 他们的故事情节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也就知道 这样的故事情节 在当时民间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情节 我们说在这篇叙事诗里面 作者以精练的语言 优美的形象 详尽的叙事和热烈的抒情 续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 在安史之乱当中的悲剧 这个悲剧就是 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量成的互乱 但断送了 这个时候 《长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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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汉歌传》 这首诗歌在一开头就阐述了故事的原委 而这个故事的原委也体现了诗歌在思想倾向上的复杂性 《汉皇众社》《思卿国》 并且对唐玄忠是有维辞的 而天生丽智男智器又有为尊者会的意思 为唐玄忠包涵了 因为据历史记载是这么一回事 杨贵妃本来是唐玄忠儿子受王的妃子 后来被唐玄忠看好了 然后就弄了过去 成了自己的贵妃 如果造实喜作的话 那么讽译的讽译可能会更大一点 而这里面作者不是这么喜 宋代人有这么一种看法 为什么呢 宋代造于时在兵退路里面 他曾经这样说 说盖燕尼之思 由可以输 而大恶不容不饮 当然这是宋人的看法 宋人的看法 不一定符合唐人当时的情况 实际情况 唐人他相对而言 对于像唐玄忠和杨贵妃这样的事情 包容量要比宋人要大得多 诗借助就写杨贵妃的美丽 和唐玄忠对杨贵妃的恩爱无比 这样的表现有一大段描写 回眸一笑百媚生 绿宫粉淡无颜色 春寒赤玉画青池 温泉水花洗灵纸 誓而浮起焦无力 时势新城恩泽石 民并画颜金布瑶 芙蓉葬礼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找朝 成唤试焰吴贤霞 春游春宠一专业 后宫家历三千人三千宠二在一身 金物装成交世夜 玉楼燕霸醉和春 姊妹弟兄坚立土 可念光彩生门户 谁令天下父母行 不众生男众生女 立功高处入清云 鲜月风飘处处闻 缓歌漫舞临诗族 近日君王看不足 唐群忠因为重色而求色 终于找到了回眸一笑百媚身 绿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诗人就进一步描写杨贵妃的美貌 娇媚 进宫以后因为有色而得宠 她不但自己心臣恩泽 而且呢是姊妹弟兄 接涅土 也就是说是分崩土地了 那么这里面她诗歌就反复宣传 唐玄宗得到杨贵妃以后 在宫廷里面如何众欲 如何行落 如何沉迷于酒色沟舞之中 所有这一切呢 就亮成了安事之乱 这部分呢 诗人就写出了长恨的内因 这是故事发生的基础 诗人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段公中生活的描写呢 带有讽刺的向我们展示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 一个是众色倾国的帝王 一个呢是娇媚侍从的妃子 她形象的告诉我们 暗示我们 唐玄宗的迷色五国就是这一个悲剧的根源 所以诗歌呢写到这里面 就来了一个大的转折 写《乐极深悲》 鱼羊屁股动地来 金铺泥桑鱼衣去 九重城阙淹成生 千尘万计西南行 翠花摇摇寻福指西去都门 百以礼 一场空前的大战乱 安史之乱爆发了 唐玄宗仓皇地向四川逃跑 到了马威依的时候 将尸们呢 以为这场户乱是由杨国忠所致的 就杀掉了杨国忠 并且呢 逼曝唐玄宗杀杨贵妃以赛天下之愿 唐玄宗呢 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让高丽氏在福堂里面呢 一死了杨贵妃 虚歌呢 将这一段喜的缠绵匪测 给予了很大的同情 对 对 谢谢大家